打開世界醫學新知大典 打開世界醫學新知大典 一般我們每天上完班回到家之後就是想像這樣子躺在床上不想起來 又或者是上午起床之後想要再多躺在床上再多賴床一點 又或者是我們常常在家裡面玩手機這樣玩一玩 結果睡著了手機打到臉上常常有這樣的經驗 要小心喔因為根據英國研究就指出說 像這些睡眠都不叫做睡眠統稱為垃圾睡眠 如果長期這樣子對我們健康會有影響 不過影響到底是什麼一天到底要睡多少才夠 要實際來找專家 垃圾睡眠其實就是說打電腦打到一半 還是我在打電腦打到一半就突然就睡著 這是代表一個警訊說可能來講你的睡眠出了問題 要不就是時間不夠要不就是品質不良 副膠感曾經沒辦法作用膠感曾經就太過於興奮 然後也會影響到血壓心跳 還有就是血糖的控制 你的起床時間要固定 你不能說就是因為晚上晚睡 所以白天的話就是反而就是晚起 你就很難往前跳 就會變成說越晚精神越好 中老年人如果睡超過八小時死亡機率會增加 你睡久可是他的呼吸功能是不好的 所以可能他就睡到一半的時候 你睡越久他晚上可能會有缺氧啦 還是說睡眠就是會容易受到干擾 所以現在來講重點是在於說你的品質要好 你如果品質不好的話你如果說睡超過八小時 反而也不是就是對身體來講也是沒有什麼好處 最好來講還是在六到八小時 睡覺前的話就真的3C產品 就盡量的就是不要去碰他熱牛奶啊 然後吃一些水果啊 還有就是吃一些沙拉等等的 就是讓自己有飽足感比較好睡 如果剛剛講這幾個方法呢 還是沒有辦法改善睡眠品質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來到醫院 像這樣子的睡眠室呢 來透過專業的儀器去檢查 到底晚上睡覺的時候是哪邊睡眠出了問題 改善症狀才能真的改善睡眠 那以上就是今天世界醫學心思大典 我們下次再見